欢迎你来跟书院学中文 这堂课我们学习副词的用法 中文的副词经常用在动词前面 修饰动词 如果副词只是一个字 一般不加任何字 就直接用来修饰动词 如果副词有两个字或更多 通常要加上得字 比如 快走 快快地走 慢吃 慢慢地吃 飞跑 飞快地跑 静听 安静地听 高唱 高声地唱 大喊 大声地喊 少饮 少量地饮酒 深思 深思 深入地思考 小堵 小小地堵一把 轻拿 轻拿 轻放 轻轻地拿起来 轻轻地放下 副词 副词也经常用在形容词前面 修饰形容词 但用法不一样 无论是一个字 还是两个字的副词 都不用得字 比如 最高的树 很快的赛车 更好的方法 特别聪明的人 非常锋利的剑 极其有趣的故事 最后 我再用正常语速 把例句给大家读一遍 快走 快快地走 慢吃 慢慢地吃 飞跑 飞快地跑 静听 安静地听 高唱 高声地唱 大喊 大声地喊 少饮 少量地饮酒 深思 深入地思考 小堵 小小地堵一把 轻拿轻放 轻轻地拿起来 轻轻地放下 副词也经常用在形容词前面 修饰形容词 但用法不一样 无论是一个字 还是两个字的副词 都不用得字 比如 最高的树 很快地晒车 更好的方法 特别聪明的人 非常锋利的尖 极其有趣的故事 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了 再见 Special thanks to Dr.Lia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